看看新闻吧 看电影 两人默契一身黑色装扮 女孩一头清爽短发 长相酷似汤宝如 见面后 女方负责买电影票 徐克一旁乖乖等着 票买好后 两人并肩而行 不久女方就情不自禁地 拉住徐克的胳膊 期间女方还伸手摸徐克的脸 举止亲密 据报道 这位年约30岁的女生 名叫乐乐 年龄只有63岁 徐克的一半 2011年 徐克开拍《龙门飞甲前》 两人在网上相识 两人越聊越合拍 徐克就叫乐乐 做自己的私人助理 此后 媒体不止一次 拍到他俩出双入对 连徐克与友人相约吃饭 乐乐也如影随形 此外 一直有传徐克 和同为电影人的老婆 施南生 其实早已离婚 不过夫妻两人 对这消息 一直没有承认 施南生早在2012年 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和徐克并未离婚 而两人达成共识 将重心放在工作的合作上 而非私人感情上 徐克也多次当众表白 施南生是影响他一辈子的女人 我觉得生活圈里面的女性 都很特别 所以引发出我 创作也看到很多 这种很特别的女性 那您 比如您生活中 哪位女生 对您的这种 减少最深 最深的一个施南生 娱乐星天地综合报道